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样的电影当然是A家 这也算小内幕你也报 对对对 咱就说这个什么 那些年 我注意到的是什么呢 他引发了老男人 他倒并不见得说这电影怎么样 我算是终于看了 又听我按照你的指示 我是看了这个电影 看了之后我就感觉到 他这个九把刀 他拍电影其实还是个身手 他第一次拍 对吧 他某些电影技术 他不是九把刀的二把刀 但是单纯就是一把刀 一把刺心的刀 他这个东西 所以有人说不是电影的成功 是情节的 是 他本来这个 情意节 他本来这也是他的最有名的网络小说之一 所以其实本来的剧本故事就已经先打动很多人 完全是他真实的 完全真实 名字 同学的这些名字 包括大家追的那个女孩的名字 沈嘉怡 我也挺喜欢听 我觉得台湾女孩就该叫什么嘉怡 这种名 沈嘉怡 这个人现在还活着 不是 当然 这不是我们活着 对不起 我的意思是说 人家在台三级 你比马上当成是去年的这个贺迷黄果那样 是吧 我是说 真有这个人 真有 那照片都出来 人家现在也是结婚生子吗 还在内地呢 在上海好像 对 然后拍这部片还特别请示了一下他 说我们要把你的我们的故事搬上台面了 然后就说是这个 你知道网友啊 马上就人肉搜索出来 这个沈嘉怡 但是听说这沈嘉怡还跟这个九把刀 看了也没生气 反而就说啊 挺好的 所以我觉得你把我写成了一个特别的人 对对对 你有你有想起你的女神吗 有啊 你有沈嘉怡吗 我也有啊 我也有沈嘉怡 我的沈嘉怡真的已经不在人世了 我说去年 对 已经去年就不在人世了 对 你知道吗 我已经四十几岁了 不是 我就说啊 他就让你想起啊 你过去的 这个 这个 女朋友 其实你看啊 我老特别佩服这些写小说的这些个作家 你知道吗 因为我有时候也尝试 我主持人都在出书嘛 知道 我想 我怎么觉得我都记不住呢 我真是个活在今天的人 过去的一切 我都不记得了 你知道吗 你要我想起我的小学 中学 乃至于大学啊 我记得一些破碎的画面 可我完全没法到写回忆录这个程度 我忘了 我眼睛就看你 你放心 你老了之后会记一些 真的 这个 人有一个人的记忆 有个叫记回忆录时刻 因为很多人又有疑问啊 就是为什么很多那些写回忆录的老人 他怎么可能 就是每一天上午谁先来 下午怎么样 记得那么轻 难道他老做笔记 不是 是人到了一定岁数之后 你会开始怀旧 怀旧的同时 你会神奇的发现 就最近的东西会忘 越是以前的东西 越来越清楚 越来越清楚 所以所有的回忆录音自传 都有个铁规则 这个铁规则是什么 你知道吗 你会发现 他前面 比如说讲到他二三十岁的时候 哪一年出什么事 那一年可以占了一本书里面 比如说几十页 甚至上百页 但是到他写东西的最近的几年 比如说七十岁之后 最近这几年 就加起来排不到二十页 绝对 都是这样 而且他是越老的时候 你会以前的事情 他会浮起来的 他会出现 你年轻 你年轻 院长老师那些年 对对对 他差不多到这 但是又行 我的沈嘉宜是没了 可是我看那种台湾学校的风光 我就想到他原来就是个好学生 我就觉得没准 你就是当年的沈嘉宜 他就大概像是那种 漂亮小女生 而且我以前是长头发 也是爱绑马尾 也曾经真的有男生说我们喜欢绑马尾的女生 你就真的绑一个马尾去上课的那一种 所以我看沈嘉宜 我第一个开始 我哭到不行啊 因为就想到我的柯正宗在哪里之类的 我的柯景腾 柯景腾 对对对 就是我当年的种义无反顾追你 怕你拒绝 然后只想守护你的那种义无反顾的爱情在哪里 没了 你知道我是什么时候眼睛一下子就酸了 因为他确实他让我这个失去记忆的人 一下子想起了我的初恋女友 想起了好多细节 你看这个电影它是个触发型的 你比如说我看哪我就有点这个这个小眼泪啊 就是老师说把英文课本拿出来 那天恰恰是这个沈嘉宜这个好女生 他忘了带这个英文课本 这个赖男生坐在沈嘉宜的前面 最后老师说没有带课本的站起来 然后呢沈嘉宜正准备站起来 这个男孩子把书一下放在后边 自己站起来 哎呀这个时候 哎呦我就给你给你演 你有你有这么有义气的时候吗 没有啊 你是那个女生 出门交给你 然后站起来说老师说 反正我就好学生老师不会罚我 我就让这个男生今天不要被罚 你是不是这样 你是这一种 不是就是而且呢 比如说义淫女老师 这个也有啊 这一定 小时候我跟我一个男生 我们坐在后边 好像越年轻漂亮那个英语女老师啊 就都把他气哭了 你不能控制的调皮捣蛋 就又把他气哭了 甚至他一回头啊 拿我们拿小铅笔头打打的后边 这个老师气哭了跑了 然后校长来出去发债 哎呦我觉得很满 成就感 我觉得是一种意淫 嗯 我真的就是意淫 所以小时候 你们年轻都搞这些事 所以没看沈家一直骂你们幼稚 幼稚 幼稚 对 对 第一名老师在 但是怎么我觉得这个海报的拍法特别像姜文那个阳光灿烂的日子的那些孩子的做法 是有那种感觉 有那种感觉 小孩嘛 你再看下边下边是大陆观众在电影院你没看到被剪掉了这是在课堂上打手枪 对 课堂上 大飞机 但是这种行为 我没有 我没有做过 所以台湾比较猛 也不是都这样 比较少 还是有 但是不是那么多 但我觉得这个戏很奇怪 因为香港很多人在讨论 就包括上海报道 徐克 徐克也在跟我们 我们在做节目是也在谈嘛 他说这太奇怪了 说大家都看不懂 说为什么这么一部台湾电影 而且是一个新导演的电影 而且讲的是台湾人的年轻的过去 在香港会那么活 他里面讲的很多事情 其实香港人不一定有经历 就等于你在大陆 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牵涉什么问题 就像你是一个大陆人 你没有经历过他们经历的具体的事 但是这里有一样东西 我觉得可能是共通的 是一种怀旧的单纯的情怀 那种单纯的情怀 你能不能掌握到它 所以你比如说你剪掉这个打手枪 可是你没有想到 在某种情境之下 打飞机也是清纯的 让你有一种清纯的这个感觉 就那时候男生他们就其实 我觉得他那个可能不见得 九把刀真的发生在课堂上 我们也觉得有点夸张 但在电影当中 他用这种方式是告诉你说 那时候的男孩就想这些 青春期男生 想的就是 荷尔蒙很多 对荷尔蒙就是女生 然后呢 好不容易就觉得自己 已经成熟大人 好像就是可以做这种事 就是脑子里就是这些事 所以沈嘉宜会不停的说 你是不是很幼稚 你怎么不念书 你怎么不想想你的未来 都要考大学了 你怎么还在这边打手枪 你在发生什么事 对就是 这就是完全就是 我们那时候的情况 然后一个好学生女孩子 也有女孩子的一些为难 例如说 我又想跟 其实我们也羡慕这些男孩子 可以这么无忧无虑 我也不想每天背英文 然后呢 所以我在你身上找到了 我另外一种寄托 所以我们会在一起 好学生会跟坏学生在一起 常常定律都这样 从想改变男生呢 我觉得这世界上 很奇怪 这世界上有两大 女人到现在也想改变男人 这世界上有两大不可救药 就是男人想改变世界 女人想改变男人 这是两大灾祸 真的很奇怪 那么很多男人 好像任何学校里面 那些好女生都想改变坏男生 是吗 为什么 这是一个好的影响不是吗 你看老师也都会叫沈嘉宜 要跟坏男生坐在一起 我认为 耳末染 我现在长了知识 我认为这本质上都是一种意淫 意淫的能量 母爱了 对 这个女人要 这个女生要在男生身上 施展一些什么能量 但是她必须通过一个 她的观念能允许的方式 其实都是在 在搞 你知道 枪枪三任性 包括男人也是意淫 国家意淫世界 对吗 枪枪三任性广告之后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与紧共酒 保险就是阳光 是分担也是分享 是温暖也是希望 分担风雨 共享阳光 阳光保险集团 东鹏磁砖 高抗肌 高内膜 高平整 东鹏磁砖 5A标划砖 国际高标准 东鹏磁砖 我们选择 东鹏磁砖 世界之美 想住在这儿 不求敞海吗 飞海 天如森青海 富贵鸟集团 恭祝全球华人 新年富贵吉祥 而且甚至有人就说 这个电影拍得很幼稚 就像你这个沈家仪说的 但是因为这个幼稚里边 好像 我觉得把一些很基础 我觉得可能现在 尤其社会现在这么 不安定的一个情况之下 很多时候你可能就 庸庸碌碌 这个集集盈盈 于一些比较现实的事情 所以你到了电影院 你想起了很单纯的事 然后还有台湾 我觉得台湾人 很求一种事 就是热血 就是 一股一种 兄弟之间 我们要去做一件事情 包括追女孩 就是 就是一股热血 就是包括 你看我们也说 选举什么 台湾很多时候就 一交热血 只要你把那个血一冲上来 什么都一无反顾就做了 对对对对对 那有时候大家 在这个极经事件中 我们忘记 但极 Europe 这个电影会 激起你这种感觉 就说 我们当初好像 一起组个乐团 或我们一起要追个女孩 或是我们之间 就是很多那种固定的理想 它让你想到了 所以就可能就会有共鸣 我从来对这种东西 是有点距离感 就是因为我觉得 和尚要没有距离感就不对了 不是 我是觉得受这种 很温情默默的怀旧 恰恰是因为我们这个时代 大家都觉得自己的人生很复杂 自己的社会生活很灰暗 所以总在幻想这么一个 投射这么一个美好的过去 牧歌田园般的一个状态 那个时代我们好单纯 上课爱打手枪就打手枪 然后很天真不想未来怎么样 然后这是一种心理补偿 这是心理补偿 我就认为初恋没有什么好的 现在我懂得乐趣了 那个时候其实有点自虐 可是你怎么说 我觉得可能是能量就要瞎搞 你比如说我能理解 你比如说我当年为了我的这个初恋女友 你要失恋了 你知道吗 走遍半个中国呀 从湖北走到这个 爱到流浪这样子 流浪 但实际没人让你去 你在干什么 你今天想起来 你在干什么 是没有 就是 这是一种哀悼 要放逐自己 你的流浪比起你的初恋意义大得多 没错 他真的是 因为失恋发生了一次流浪 但是在这个流浪当中 似乎自己真的是改变 当时就觉得你知道吗 当时就觉得好像投奔延安 就是我的那个北斗星 你的长征 就是我的长征 我的长征就是我那个初恋女友 他在长沙 我要绕一个大远的路 我要从湖北的恩施 不行 不行 走到湘西 我最早去张家界 包括去沈从文的故乡凤凰 一路走过来 寒假 走走走走 走到淮化 然后就是要弄到身上没有钱 然后扒火车 偷偷的进了一个火车 躲在一个人行李箱后面 没看到检票员进去了 然后呢 好像就是为了到那个城市 风尘补补的见他一面 见他一面干什么呢 也没什么 也没什么要干的 喝了酒吐了一回就走了 再走了 就走了 那就是你想起来 实际今天我不可能做这种 没有效率的事情 是吗 那比起 那九把刀可能就是用他的方式 只是写本书来悼念这个过去 女生呢 那个时候男生感觉 其实就像有点像个小动物 对吧 女生的感觉呢 就是觉得这小动物 为什么不长大 就是你永远就觉得恨铁不成钢 就是好女生的想法 对 好学生 居然会想这种事 真的 就是每个人 我也很想跟你在一起 你那么有趣 对不对 你常做一些我看不做不到的事情 然后你可以让我去挑战我妈妈给我的什么 回家的时间啊 要不要去看电影 你能不能牵手啊 很多 我都想要跟你做 可是你就是 为什么你就是没有办法再优秀一点 让我合理的去跟你做这件事情 没错 让我可以跟我妈妈说 我今天就是要跟动物料出去 但我妈妈就可以说 哦好 你跟好学生出去 没错 所以好学生 我真的很想美 而且你知道我还有一个什么感觉 我都得说 就是说 我说你看看了这个电影 你会有那种怠入感 就是说 他们俩为什么不好呢 你知道吗 就是你会会 就他们俩怎么就不好的呢 他一直骂台湾男生很没中 他说 为什么不告白 为什么 就是我这个问题 男孩子啊 有一种什么自尊心 而且男孩子就是瞎搞 其实这个女孩子已经喜欢他了 但是这男孩子还想 老在女生面前显示出自己挺能的这一面 对吧 结果越搞越幼稚 在女生眼里 最后 就为什么搞你弄黄了 就好了呢 所以我现在想起来 我的这个初恋呢 其实 也是这样 就是说 我很长时间内啊 我不知道为什么分手了 为什么不好了呢 后来我想想是什么呢 世界已经好了 你就不肯安生 对 你知道吗 你老想在这个女人面前证明自己什么 男孩子 其实自我太大了 对 包括有时候 我们也说男孩 尤其年轻男生啊 跟这个女生 很喜欢那个女生 甚至这个女生都开始喜欢他 他为什么不肯不告白 很重要的理由是他自我太大 他会觉得 如果我能克服掉告白的冲动 如果我能够克服掉最后跟你很同化的在一起的这一关的话 我会更大 对对对 章马刀是说 他把告白想成一个非常神圣的仪式 可能就像我们现在想求婚那种感觉一样 给一个大场面 给一个很好的timing 所以他说他在跟沈嘉宜的过程当中 一直都觉得到达不了 就是他觉得他自己可能不够好 或者是没有办法配上一个好学生等等 太多的原因他觉得这个他把这个告白想得太太严重 他说现在他跟他女朋友在他处就一一一有感觉说 我喜欢你 就直接讲了 上去睡吧 而且我跟你说 那个时候还有一种残酷的这种性压抑造成 也不知道 我不知道是不是什么年代的这个初恋的男生啊 都会把女人圣女化 圣女化 我就记得当时啊 您不知道一种什么 就比如说啊 跟这个女朋友拥到啊 我一个不小心啊 把手捅到他一挂挂子里面去了 你知道吗 是不小心啊 是不小心 这个女生一惊啊 这个女生一惊啊 我的手没就没敢多留 你知道吧 一下子拔出来 拔出来之后呢 顿时就会产生一个自己谴责 这压成一 然后我就这个手啊 我就打这个树啊 哗哗 打的就出血啊 就谴责自己 后来旁边的女生没准他还喜欢呢 他说你不用这样 你不用这样 我说我不能原谅 那些年你们都在盖三五二的时候 所以我就说 我真不太 难怪我就真的不喜欢看这这 初恋有什么好呢 我喜欢看的台湾的青春片是芒戈那种的 孟甲 那不是叫沙子 一眼飘悍 我也需要有那个体格 就是这样这样三言行广告绝后见 那收拾 选择节能 选择安全 选择美的新一代空气能热水机 美的中国空气能热水机领导品牌 空气能全美的 新年富贵鸟集团 恭祝全球华人 新年富贵吉祥 红花国色 江湘典范 红红火火 过新年 红花狼 来 让生命完整 高红药业 今天的拥有 懂得珍惜 明天的美好 值得向往 好日子 优越之上 挺生活 深圳好日子 好日子时事快报 由深圳好日子 具名赞助播出 好日子 优越之上 挺生活 各位新年好 这里是时事快报 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 今天高度评价了 菲律宾与中国双边关系 近年来的稳步发展 期待与中方一道 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共识 推进非中两国的合作关系 阿基诺三世 在总统府接受了 中国新任驻菲律宾大使 马克卿递交国书 双方并且进行了友好交谈 阿基诺三世表示 非中有加强合作的需要 合作的领域很广阔 他相信 非中双方都有解决问题的 诚意与决心 只要共同努力 就能够找到方法解决问题 香港股市和金市 今天也就是大年初四都开市 农年的第一个交易日 股市和金市双双红盘高收 港股跟随美股红盘 高开了343点 横指是上升了328点 不过港交水主题下加里预期 虽然港股依然面对很多的挑战 但今年应该是神圣乐观的 年初四开始 北京各地方的庙会 开始进入最高潮 根据北京假日办监测的12家庙会的数据显示 庙会开业前四天 总共接待了超过150万人次 春节期间除了传统的老北京特色的庙会之外 还可以去逛一逛洋庙会 体会一下异国风情 有不少大使馆也抓住 这个人多的机会摆出摊位 宣传本国的旅游风情 巴布亚新几内亚中部城镇 门迪星期三发生山体滑坡 两个村庄被掩埋 由于事发在晚间 很多民众都在睡梦中来不及逃避 根据当地的媒体报道说 已经找到了最少40具尸体 并且有20个人依然失踪 当局也已经加大了搜救的力度 有地方官员说 还是能够听到从泥土中传来儿童的呼叫声 法国公司PIP生产劣质的龙胸硅胶 两年前曾经被封查 公司创办人马斯周四 在法国南部的家中被捕 警方搜查了他的住所 他可能会被控误杀还有伤害罪 马斯创办的PIP公司 一度是全球第三大胸部植入物生产商 估计全球有30万名女性 曾经使用过PIP产品龙胸 西班牙国王杯四分之一决赛 25号进行 吸引了近10万名球迷到场 经过激烈的交锋 巴塞罗那主场2比2 占平皇家马德里 以总比分4比3晋级半决赛 以上就是今天的时事快报 晚上9点钟 时事顶时我们还会问应报道 对欧盟通过对伊朗实施石油禁运等制裁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今天表示 中方主张透过对话与协商的方式解决国际争端 另外巴布亚新几内亚发生兵变 支持前任总理索马雷的原上校萨萨宣布接任军方司令 要求恢复原总理索马雷的总理职务 美联储星期三宣布维持超低利益的水平至少两年 还表示说已经准备好提供额外的刺激措施来提振美国经济 台湾行政院长吴敦义被问及内阁改组 事宜的时候暗示部分连任失利的国民党立委有可能会在这一次改组中入阁 联合国关怀组织向中国内蒙古的五彩传说儿童合唱团 颁发了2011年度人类关注奖 详细的新闻内容敬请留意今天晚上的时事直通车 我们下回 好日子时事快报 由深圳好日子具名赞助播出 好日子优越之上品生活 感谢观看